女人逼太紧 混混受不了 于是练习起了难堪的广播体操 随后还把人丢下了楼 混混一看闯了大祸 赶紧撒鸭子跑路 当大郎赶到电话亭后 发现没有找到金莲 就来到了旁边的别墅区 路上他和亮哥混混擦肩而过 大郎也没多想 然而刚到别墅区 汽车轮胎就被铁钉扎破了 就在他蹲在地上修理时 浑身绿光的轮胎突然站起来 飞速朝着别墅区滚去 大郎赶紧跟上来 当他弯腰去捡时 突然感觉身上黏糊糊的 抬头就看到凉了的金莲 然而经过警察调查 发现金莲和西门来往密切 可因为西门家有权有势 根本没有杀害金莲的理由 所以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大郎 这时大郎想起那辆红色跑车 警察根据他提供的信息 很快找到了两个混混 可混混背后同样有大靠山 警察没找到证据 只能暂时把人放了 担惊受怕的混混担心事情败露 于是两人一合计 决定让大郎彻底闭嘴 可偷鸡不成十把米 他们反而被大郎暴打了一顿 警察让大强耐心等待 说一定会给他的结果 可大郎却等不及了 他以为这是西门指使的 于是当即抄起棒球棍 独自去蹲守西门了 谁知西门是个练家子 三两下就踹倒了大郎 还把他的腿打折了 无奈之下 他去找了巫师 巫师看他态度坚决 决定帮他施展重轨 两人就这样来到墓地 刨开了金莲的坟 一大串咒语念完后 金莲的棺材拔地而起 随后巫师拿出特制的床单 盖在了金莲的身上 当两人回到家后 金莲已经躺在了供台上 一阵紫色的烟雾消散后 巫术开始生效了